战志新闻方面我们先来看年底的六都市长选举 台北市可能是选情最难以捉摸的地方 国民两党到现在都还没有确定由谁出马 在范绿阵营方面呼声最高的人选 还是非民进党籍的柯文哲 最近更传出本来支持律师顾绿熊参选的新潮流系 现在至少有两名成员转向了柯文哲 并且主张民进党在台北市放弃提名 好让柯文哲以无党籍的身份参选 而党中央今天强调一切都按照党内初选的民调机制来办理 柯文哲则表示希望能够在三月之前尽快定案 民进党台北市长初选选情出现变化 原本支持律师顾绿熊的新潮流系传出有两位成员 前立法委员郑文燦以及新北市议员审发会 在一月底陪同无党籍的柯文哲 拜会一名国民党中常委寻求支持 这名人士当场答应支持柯文哲跨党派参选 而郑文燦和审发会两人陪同柯文哲的动作 也被视为新系将转向支持柯文哲 并支持民进党在台北市长选举放弃提名 让柯文哲以无党籍参选 郑文燦和审发会两人对此不愿多说 只表示会支持民进党未来的提名人选 柯文哲没有否认和国民党人士会面 也证实有和新潮流系多次接触 他表示目前还是希望能以在野大联盟方式争取胜选 并希望民进党最晚三月进行民调解决争议 民进党对此表示一切依照党内出选机制进行提名作业 博也传出有派系相在十二号民进党终植会 建议采用一阶段民调并将柯文哲列入 孤立雄则希望民进党采用两阶段民调来解决争议 民进党台北市长初选争议延烧许久 这个将局要如何解决 恐怕等下礼拜民进党终植会来定案 记者张琼 张子佳 台北报道